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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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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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到是他喜欢的 他就很开心 然后上学也是就蹦蹦跳跳的走 如果千篇一律的东西的话 他就吃的会相对来说比较少 对对对 煎蛋饼的时候注意一下火 不要太大 太大的话气泡会太多 我们就是开小火就好了 是的 你也不用着急给他翻面 小火让他慢慢的就在这边煎上 去摊蛋饼 那我们就开始慢慢煎蛋饼 煎到两面都微黄 然后煎好了以后 我们来进行下面的步骤 蛋饼煎好了之后 去哪儿了 变了个魔术 没有 在这里 这个是剩下的边角料 剩下的就在这个碗底下 来 把这个碗打开 就是你拿一个小碗当模子 这个就拿刀划一圈 这个其实做的是什么呢 小羊的身体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把小羊的脸给做出来 你等一下 我害怕你那个什么 记不得小羊长什么样 来 小羊长这样 对 如果记不得的话 我们做这个 真的是被你说了 今年是羊年 对啊 对啊 好 我们看一下 先找一下 它尖头的是朝下的 大头朝上 然后划两刀 慢点啊 在家里可以用那种小的水果刀 对 对 对 我们现场就是最小的 就是这把了 好 好 刻开两个小口 放在小碗里 搁旁边 现在我们再拿出来一个 就是平时我们都不用的 黄瓜头 黄瓜的头 做什么 做小羊的耳朵 就两片 其实抽象 两个小片 对 所以你跟孩子做东西 你根本就不要担心说 你做得很臭 我都会不原谅你 你只要做了 他就特别开心 做一个抽象的 我当时在家做好 我都怕我儿子不认识 这是什么 你知道吗 然后 我一做好 然后他去看 他就说 哇 好可爱的小羊 他认得 我以为他说 哇 好可爱的小羊 方的圆的都可以 用牙签插上 其实他就是一个固定 现在是做他的眼睛吗 对对对 绿色的小眼睛 就是说他这些装饰 完全就是一个黄瓜头 就可以完成了 剩下的黄瓜呢 我们还可以呢 来做一个沙拉 所以呢 你早餐做的这些东西啊 我觉得都不浪费 然后呢 一家人都可以吃 是的 主要是小朋友开心 这个是做什么呢 鼻子啊 就是小个儿的黄瓜皮儿 然后呢 做一个鼻子 对的 哇 小羊长得好俊朗啊 继续给它贴上 就可以了 其实啊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移到这个身体边 对 好 然后呢 让它有个奔跑的姿势 哎呦 好 真不错 是吧 还挺可爱的吧 没错 后边再来一个 你现在再叫一下咪咪 你会不会觉得更有心境 没有 尾巴还没出来的 尾巴还没出来的 尾巴我们就随便给它一个小黄瓜片就好了 这个小花朵呢 黄瓜的 好 我们现在开始摆一下 就是草地 对啊 它有青草啊 你可以让青草上面开几朵小花呀 所以我觉得 我跟你讲 我儿子 真的有创意 对 他早上有时候他吃东西 小孩刚睡醒 他就觉得啊 我要去上学 我胃口不好 他洗完脸 然后出来他看到这个造型的时候 他就很开心了 马上就有食欲了 现在这个已经做好了 做好了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造型 刚才还没发现呢 就是这个小羊的这种感觉 现在已经完全有了 我们再来给 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早餐的名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了 对对对 我们今天这个 等会儿 我们今天的这个早餐叫什么呢 小羊咪咪 小羊咪咪需要准备的原料油 鸡蛋 胡萝卜 火腿肠 黄瓜 调料只有一味 就是盐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做法 锅里水烧开 加入西兰花 胡萝卜片和盐 汆烫成熟捞出 取鸡蛋液和火腿丁 胡萝卜丁打散 热锅热油 蛋液倒入锅里 煎至两面金黄 煎好的鸡蛋 还有水煮蛋 黄瓜 组合造型做出小羊 最后和西兰花 胡萝卜 黄瓜一起摆盘即可 鸡蛋对于促进小朋友的生长发育 强壮身体及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 增强智力都有好处 四个月以上的婴儿 就可以开始吃鸡蛋的蛋黄了 一天一个为一哦 和这个早餐搭配的可以是馒头 然后呢也可以是全麦面包 一杯牛奶 一杯豆浆 或者一碗这个小米粥 稀饭都成 我觉得这个吃完了之后 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对你就看他开心 就是我觉得对妈妈最大的认可 然后小朋友呢 上课我觉得注意力都特别的集中 成绩倍儿好 他每天早起他会有期待 你说这种 他就很开心的上学的孩子 他学习的话也会很有精神 所以妈妈们用点心是非常值得的 说得太好了 只要用心就可以呈现出 这么美好的早餐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明天我们再见